中国从3月份开始禁止进口台湾凤梨 全台是掀起了旧凤梨的热潮 但有民众发现 网络上出现了 旧旧台东路野金钻凤梨的 一页式诈骗网页 来滥用网友的爱心 甚至冒用农民的照片来取信消费者 台东县政府已经呼吁民众 不要受骗上当订购 并且请警方来加以处理 日前中国当方面禁止进口台湾凤梨 让不少企业以及民间单位 纷纷出面热购台湾凤梨 带来了一股凤梨热潮 但有民众发现在网络上 却出现了旧旧台东路野金钻凤梨的 一页式诈骗网页 这种无脑的诈骗手法 也让被盗用照片的商家非常无奈 并表示台东的凤梨根本还没到产季 到田里可能还看不到一颗凤梨 我们这里到凤梨远去 你可能还看不到凤梨 我们这里的凤梨要到五六月以后才会开始生产 目前台东的产季是比南部还要慢 你今年又被诈骗 又被拿来当做那一个 有没有觉得很无奈 对啊实在很无奈 也不晓得我们能够怎么样处理 针对诈骗民众爱心的一页式网站 台东农业处者呼吁消费者切勿上当 并以收集相关的证据 请警方协助调查 那其实这个诈骗的网页前两年其实曾经就已经出现过 那我们在这里要呼吁我们的台湾的消费者 台东的凤梨是产季会是落在我们的五月中到七月 所以现在目前为止 台东这边凤梨并还没有产出 那后续我们这边也会来请那个相关的单位 把这些资讯提供给他们 去做后续的调查跟侦查 在此也特别提醒一页式的诈骗广告 常以简体制或是中国用语 甚至部分的照片都是盗用网络 民众在购买前可以先询问 各地县市政府的农政单位 同时也注意生产的标章 避免上当受骗 记者陈静玲台东市报导